Amenda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星座的人 他是属于天不怕地不怕的 好 我们拿出自己的星盘 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星座 还有呢 跟我们每个人的勇气 有关的火星 以及上升星座 来看看这种所谓 天不怕地不怕的 个性的星座有哪些 当然会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展现 首先第三名 如果有在射手座的朋友 原因就是因为 乐观看待人生百态 好 我们讲 射手座特质强整 其实真的从小 他们还蛮乐观的 比方说可能从小念书的时候 隔天有考试了 可是呢 这个有同学生日到了 要这个庆生 不念的这种 对 射手座说 没关系啦 我一定没问题的 很乐观就去参加这个party了 真的 非常大胆 不在乎明天的考试怎么样 然后呢 如果呢 这个长大之后好了 可能这个公司一样啊 改天公司有一些什么 明天有个专案报告 可是他如果今天晚上有活动 他也会觉得 OK的 我没有问题 明天这种事情 我可以应付 他们不会太担心害怕 然后我们说射手座 他有一种真的爱冒险 有点喜欢刺激的个性 呼应我们今天的主题 如果到了这种农历七月 有一些这种射手座朋友 他们会觉得 电视节目说 好像哪个地方是这种 七月的圣地 他们就会想要去一探究竟 他们会有一种好玩 就是刚才在找死 对啊 就很那种 很欠揍 而且他们还不会自己去 他们不会说 映竹有没有兴趣 一起来啊 还是这个经营 要不要一起来 他们也一起去吗 对 他们也有兴趣 是 他们其实往往 看到他们 你就会觉得他们有一种 很淡定的态度 有没有 就是任何紧张的 这个事情发生 或是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 水瓶座好像都觉得 OK啊 无所谓 因为他们的内心深处 其实他们看待很多事情 他们真的都是比较这种淡然 我之前遇到过 一个水瓶座的人 他就是 他也亲身发生过一些事情 就是 他刚搬了一个新家 那对于周遭的邻居 他都不太熟 可是他搬了新家之后 他就是连续好几天 他就说他做梦 梦到有满地的小鸡 一直在那边 叽叽叽叽 一直在那边叫 满地的小鸡在他的周围 是 然后就只梦到这样子 也蛮可爱的 他就觉得很奇妙 为什么一天两天三天 都做了这样的梦 然后呢 我们说他们很胆大心细 他觉得 会不会是我到了 新环境的关系 他就好奇了 旁边的邻居是在做什么 然后他就去拜访他的邻居 就发觉他 就他隔壁户的邻居 他是做那种 有点像是屠宰业 不是真的在家里面杀 可是就家里有好多个冰柜 里面都是活的这个 就是鸡 然后会放到冰柜里面的 所以他就是梦到这种 满地都是小鸡 可是你知道 像我们听到之后 也会觉得 那怎么办 会不会好可怕 水瓶座的那个朋友 他说 我知道为什么了 就这样 他们就会觉得很害怕 也没觉得说 我要做什么处理 我就是知道原因之后 我就是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继续淡然面对 所以以后需要鸡肉跟邻居买 还比较便宜 我们来看看第一名 笃琳哥有没有上榜 牡羊座 好像也没有 第一名 我们说牡羊座的朋友 他们会挑战困难 觉得自己才是英雄 对不对 才是英雄 牡羊座对象 对 像我们刚刚讲了 这种七月到了 会想要去探险的星座 射手座 他们会觉得好奇 对不对 会找朋友一起去 可是牡羊座 他会觉得 我一定要趁大家不知道的时候 我就先去哪边 自己去尝试 对 自己去拍个照 这个打个卡 大家就会觉得 我很胆大 我很厉害了 也就是说牡羊座 带有一种 想要去挑战一些 大家都不敢的事物 他们会很有成就感 所以确实 他们是那种 生活当中 好像没想太多 想要去尝试 就会做 不会怕的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 如果喜欢我们 命运好好玩的节目的话 请上YouTube上面 搜寻 命运好好玩 官方频道 就会出现这个页面 然后这边红色的订阅 给它按下去 您就可以每天 随时收看 命运好好玩 我在这里等你 Oh yeah